你知道在金属上刻字有多简单吗? 不同于那些商家logo一样,我们不需要用复杂的激光刻字,只需要一支铅笔和一个灯泡就能做到。 将一根电线与铅笔芯连接在一起,电线的另一端连接在灯泡底座的电极上,另一根电线连接到带插头的线上。 等待通上电后,将铅笔不断触碰,带有店家的钢刀。 随着灯泡的亮起,铅笔写在钢刀上的字便被牢牢地刻在了上面,无论怎样擦拭都不会掉下来。 当然要是还想简单,我们也可以只利用盐水和电池,把名字刻在金属上面,取出一节电池,然后将两个电线分别连接在正负极上,此时红色为正极,黑色为负极。 之后将正极连接在钢板上,另外一极连接到事先已经占好盐水的棉签上,接着利用棉签不断对准设计好的图案进行摩擦。 如此一来,电池、棉签和金属就形成了一个回路。 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会发现,棉签已经变得黑乎乎,而原本附有光泽的金属。 其图案部分已经变为了白色,就像刻上去的一样。 这种现象就被称为电腐蚀,由于盐水具有导电性,它会通过放电的方式引起电机烧食。 最终便破坏了金属的表面结构,是不是还挺简单的呢?